接下來又有一個臺灣農產品外銷的例子 日本有糧商看好臺灣的稻米品質 決定向屏東採購五百公頓的稻米 能夠征服特別挑嘴的日本人可是很不簡單 臺灣農業技術進步 全套機械化的乾燥和黏米設備 讓正在積極推廣農業的友邦甘比亞總統甲梅很有興趣 但是有些人才能夠征服自己率只有百分之五 土地利用的效率也有待提升 很希望能夠增加與臺灣的農業技術交流 提升生產率 我們在西非也設了農業技術團 我來講以北單蔣梅總統 來向大家來請願 看看他們能夠跟我們共同合作 事實上臺灣的稻米栽培技術和品種改良能力 都很受國際肯定 最近日本糧商剛剛與屏東的新豐稻米產銷專區簽約 將從今年十月起 採購高雄一四五號稻米五百噸 到日本的通路銷售 高雄一四五號稻米五百噸 高雄一四五號是高雄區農改廠 日成的香米品種 由於日本的藥減標準相當嚴苛 這批外銷稻米必須經過將近六百項的農藥殘留檢驗 不過價格比內銷至少高兩成 農民認為其實不需要盲目充高生產量 只要確保稻米品質就能提高收益 還可以賺外匯 記者中方陳顯坤屏東報導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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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